那等於是什麼 事故發生前兩天 車壞了 有沒有修 完全沒有修 21號 繼續讓他上路 難怪我們昨天在總質詢講 你會承認嘛 說發車以前 主風洞就已經強制關閉了 現在所有的人都要給一個交代 第一個交代是 事故發生前兩天 壞了 為什麼沒修 沒有修完了以後 結果還讓他繼續跑 會不會太離譜啊 部長這件事你知道嗎 是 謝謝黃偉 昨天你有關心這個議題嗎 我昨天沒有講到這一章 不是 我在講說 在所謂的這個 檢修跟司機這邊的 不是啦 不是檢修跟司機 部長你還是搞不清楚狀況 我現在在跟你講 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出事前兩天 主風洞就壞掉了 你知不知道 出事前兩天主風洞壞掉以後 沒有維修 出事那一天 還讓這個死亡列車知道 開始以前主風洞壞掉 還要他開 你知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啦 你不知道 事故發生到今天 我第一次質詢的時候 我就告訴過你這位部長 對啦 連續的昨天在進行專案報告的內容 有一件事情 我先公開的對於行政院表達我最強烈的不滿 昨天在質詢的時候 我們整個普悠瑪悲劇 安全事故調查小組的召集人承諾我說 他們有另外一份詳細的報告 我問說寫完了嗎 他說寫完了 我說什麼時候可以提出來 馬上可以提出來 明天下班以前提出來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結果我等到下班 沒有提出來 晚上 交通部 來了一個鐵工局的局長 我說東西在哪裡 詳細的報告在哪裡 給我這兩張東西 我說所謂詳細的報告就這兩張 你們會不會太可笑 結果他說 說我們還要再寫兩個禮拜 才寫得出來 跟昨天召集人 那位政委 在國會裡面承諾立法委員的事項 完全180度 沒有關係 這不關你的事 你不是調查小組的召集人 但是我要利用這個場合 我要強烈的譴責這個調查小組的召集人 昨天在國會胡說八道 做了承諾的事項 東西根本沒有提出來 還要騙到什麼時候 今天我要請教的是比較實質的問題 昨天我請教過你 中坑絲磨除濕 你們更換了16個 那我問啊 問說請問這個幾年要換 那我跟你講三年要換 結果你就跟我說有很多版本 我說你回去再看清楚 不要相信台鐵給你的那些錯誤的資訊 中坑絲磨除濕幾年該換 你昨天跟我說你不知道嘛 那沒有關係 我給你時間嘛 那今天你知不知道了 中坑絲磨除濕幾年要換 這間廠商 這間審核中還沒有訂 沒關係 來 那個黃委員 我請那個問題道去送你 好 那就我們的了解 台鐵局在中坑絲磨的這個議題呢 現在廠商是有提出來修改為三年 但台鐵局還沒有做最後的審核同意 沒有關係啦 你們該換的東西沒有換 然後你在跟我講那個三年六年 人家早就跟你講說三年要換 那你們說沒有問題啦 可以用六年啦 不要三年就換 來看看 昨天公布出來的這個照片 觸目驚心啊 為什麼主分隊會壞掉 我昨天就講啦 說這張照片存在 你們有提出來讓大家看看 散熱的功能上面集了這麼多泥土 這麼多雜草 這麼多羽毛 可以好好用喔 好那你 我現在不跟你講三年六年的問題 來看 2016年8月25號 主風波運轉時漏氣 中坑絲磨故障 我問題來了 這個時候故障的時候 中坑絲磨換了沒有 我現在就不跟你去扯三年六年了 已經故障了 也漏氣了 換了沒有 請部長回答 換了沒有 黃委員 經過這一次的一個事件 對不起請針對問題回答 換了沒有 我現在不知道 你不知道 到今天還不知道 到今天還不知道 來請部長 你剛剛自己聽到囉 2016年 8月25號 是 主風波漏氣 中坑絲磨故障 我再講一次 我為什麼說 行政院的調查報告欺騙社會 這份調查報告 這份調查報告 一開始 開記者會的 昨天晚上送來的 包括 我把你們普悠瑪維修紀錄 全部看完了 針對這個事情 完全沒有做維修 到今天我問 有沒有換 結果呢 告訴我不知道 沙漢大眾可以接受嗎 部長你可以接受嗎 這個系統方委員 我覺得這個問題 我們一定要認真 不要再講空話 這個問題 你回去看昨天的質詢單 我昨天質詢單 已經告訴你這個問題 你如果真的有心 今天站在這邊回答的人 不會跟大家說 我不知道 好來 下面更嚴重的事情 事故一發生了以後 我馬上接到檢舉 說 其實那天21號 悲劇發生以前 那個普悠嘛 20072008編組 就已經有問題了 但是我收到台田內部這樣的檢舉 我要有證據 我把維修紀錄看完了以後 我就看不到 10月21號以前 有維修故障的紀錄 結果昨天晚上出來 來部長 請您看 2008年 10月18號到19號 2007 車風蹦升很大 2008 空壓機強制停止 檢修狀況 一片空拍 那等於是什麼 事故發生前兩天 車壞了 有沒有修 完全沒有修 沒有修完以後 結果還讓他繼續跑 會不會太離譜啊 部長這件事你知道嗎 是 是 謝謝黃偉 昨天你有關心這個議題嗎 我昨天沒有講到這一張啦 不是 我在講說 在所謂的這個 檢修跟司機這邊的 不是啦 不是檢修跟司機 部長你還是搞不清楚狀況 我現在在跟你講 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出事 前兩天主風蹦就壞掉了 你知不知道出事前兩天主風蹦壞掉以後 沒有回修 前四那天 還讓這個死亡列車知道 開始以前主風蹦壞掉 還要他開 你知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啦 你不知道 說明一下 事故 發生到今天 我第一次質詢的時候 我就告訴過你這位部長 你要掌握狀況 所有的家屬都在等真相 結果你今天在國會跟大家說你不知道 不是 你剛剛黃委員提到的 我說你現在新增的這個部分 我當然 不是我新增的 這個是過去客觀的事實 這個是過去客觀的事實 對對 這個也謝謝黃委員 你現在提 你謝謝我做什麼 因為你現在這個新增的資料 我當然臨時 你要叫我去做一些判斷 我當然是有困難 所以說我現在這個 首先 我們希望說我們台體局這邊 針對黃委員今天提供這個東西 一定要非常確實的 隊長 好 我再跟你講 這個不是我提供的東西 為什麼我說你不知道很離譜 這個不是我提供的東西 這個是從你們 調查小組我後來逼出來的東西 拿到的 那代表什麼 調查小組 早就知道了 交通部 早就知道了 台鐵 早就知道了 但是 正式調查報告裡面 半個字都沒有寫 我昨天在院會裡面 說你們欺騙社會 對不起罹難家屬 我有說錯嗎 寫在哪裡 包委員我們在調查報告的事實發現裡面 有提到主風棒過去就曾經故障 沒有 所謂主風棒過去就曾 故障 就等於是交代了一個 這麼關鍵的事實是 兩天前故障過 沒有修 我們還繼續讓它發車 這個主風棒的部分 它其實不是真的故障 它是因為過熱跳機 好那20號也有相關的檢修機 我沒有看到 先提一下 如果20號有相關的檢修紀錄 是的 你們為什麼檢修現況 這個是空白 這個是我們是據實去交代 據實去交代 好啦 那我就問題來了 為什麼 我請你們交來的檢修紀錄 根本沒有這一下 你們交給我的檢修紀錄 根本沒有這一下 是不是後來填上去的 沒有這個要請那個調查小組 那邊他們提供的資料 我覺得那是調查小組 他們另外對檢修紀錄的這個部分 的這個遞交 那這個我們是 就據實去 據實去 你再講一次 我擴設不了了 據實在哪裡 這個主風棒過去壞過 然後這樣叫我據實交代 出事前兩天 有壞掉不跟大家講 沒有檢修不跟大家講 然後昨天騙 今天繼續騙 厚著臉皮跟大家講 我們都有據實交代啊 好 好 歡迎時間到 沒問題 不是 也很難走 從cape